以前澎湖物資匮乏 在地居民為了避免浪費食物 研究出一套保存方法 把吃不完的飯菜躲散處理 化身成一道食物 但近年來當地人經過改良 就變成好吃的炸粿 帶你來看看澎湖巷內的炸粿業者 是如何經營這道傳統美食 將高麗菜絲裝在圓形的勺子裡 淋上面粉 上頭再放上澎湖特產的狗蝦 丟進熱油裡炸 這就是澎湖在地小吃 既貴 做法方面它的米粒啊 它不會說很緊 也不會說很鬆或者黏黏的這樣 所以我們吃起來比較不會去黏牙 它的粉就讓我覺得吃得很酥脆 感覺還滿爽口的啦 從年輕吃到做阿嬤 它最主要食材很新鮮 每天都會去採買啊 根據儀式場買新鮮的蝦子來做 所以我們吃起來都很新鮮 很有安全感 很放心的吃 一份好吃的禁貴不僅做法 用料不馬虎 在成傳古法的製作上 各家業者在口感上也都費盡心思 那個蝦餅那是最主要主要的線是高麗菜 還有那個海蝦 我們都是採用最新鮮的 像高麗菜我們就是隔天菜買好了 早上要出攤的時候 說四五點就起來把那個菜洗一洗 再切成小小片的 從我媽媽賣到現在已經五六十年了 我媽媽已經八十幾歲 年紀也大了 所以年紀大我們就繼續傳承下去 繼續做 都是古早味繼續傳承的 從以前做到現在都一樣 快二十年了 然後想說一般市面上都是做婚的 因為我們家人的話就是 都是吃素的 所以就想說跟人家區隔 所以就做素食的 不論時代怎麼演進 業者說 紀錄澎湖鮮明生活甘苦的改良美食 禁貴 依舊會保留最初的在地人情味 繼續流傳下去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天碧屢建樹 台灣澎湖採訪報導